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早安 早安 我是伊心 大家好 俗話說 一日之際在漁城 你看早上七點多 天都還沒亮 我就出現在這裡 你要知道 我要整個人弄得美美的 是要妝化好 頭髮弄好 才能夠出現在這裡 你看看 但是讓我有這麼大的動力 是為什麼呢 因為製作人說 今天要帶我去京都 我當然不能錯過啦 再早起都願意 伊心 你看錯了 我說的是 台北有京都嗎 台北的京都這樣算不算詐欺啊 這怎麼能夠說是詐欺咧 不信 你看 看到遠處那個 很有東洋味的美女有沒有 你趕快去搭訕 不是啦... 是去認識一下 他真的可以帶你去京都喔 這就是西本院寺最著名的鐘樓 在日之時代就存在囉 這個鐘樓 在日本時代就已經存在啦 一個鐘非常的大吧 其實它在光復之後 就曾經一度消失囉 那這是後來在試定古蹟 確定之後 才又重新復刻了一個新的 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後來新復刻的 它是後來復刻的 那我有一個疑問 既然叫西本院寺 它真的派別寺 跟日本的西本院寺 有一點關聯性啊 其實這兩間是西出同源的 那它的本名其實是叫 淨土真宗本院寺台灣別院 你看看 你能想像 這是在台北西門町的鬧區嗎 一百年前 這裡是台灣最大的日式佛寺 雖然這一百年來 一度被違章建築包覆 又發生過大火 但在2011年重新整修之後 就成了台北市西區 最具日式風情的建築群 要走條西門町 沒有帶我們的觀眾朋友 來到此一遊一下 怎麼對得起大家呢 不過喔 帶大家來這裡走走 這是節目的前菜 我們的名稱叫做 Dakaba 我的炫富日記 沒有Food 怎麼寫得成日記咧 我真的真的很餓 聽了好多的古蹟故事 我真的好餓 有沒有什麼在地推薦 你是在地通明 應該有很好吃的早餐 不妨你說 剛剛你在懶掉我之前 我其實就是要去吃早餐 不然這樣子我來帶你去吃早餐 這個地方大概年紀 走餐店的年紀 比你還要大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外地來的朋友 或是外國來的朋友 我都會帶他去吃 而且好吃都會讓你想要外帶喔 我最喜歡我們的帶路達人 這麼有自信啊 這是這家 這家就是我跟你說的 很好吃的紅衣水晶獎 老闆好 老闆好 我想要 水晶獎還有肉包 肉包有嗎 肉包 肉包有嗎 為什麼都水晶獎 水晶獎跟肉打 一盒是12個嗎 一盒12個 一盒12個 那我先叫一盒 先叫一盒 好一定好吃到 你想要多帶一點 一盒不夠就對了是不是 我的包主是有在做包主 因為有 全部倒是拿 可是做我在做 你看 我真的太累了 這家位在昆明間的老店 可是屹立不搖了四十幾個年頭 老闆是從三十幾歲做到現在 已經80歲的 水晶獎也從一顆2塊錢 漲到12塊 有人一吃就是吃三代 我已經忍不住打開 它好香喔 而且它看起來就很好吃 我終於買到了這個 在地人推薦的水晶獎 看起來就好好吃喔 這不用沾醬嗎 沒有 不用沾醬 直接吃就很好吃 直接吃就很好吃 它光穿下去的時候 它Q彈的勁就不一樣 有個小小的這個 你看喔 真的是 看起來就很晶瑩剔透的 我要先吃一口了 怎麼樣... 口感很棒嗎 而且它的Q裡面 它是有竹筍 裡面不只是露得香 它的那個Q彈的勁 跟一般你想的肉圓 什麼都很不一樣 整個很有那個嚼勁 達人一出手 便知有沒有 只是這麼大顆的水晶獎 真的有點Over了啦 而且它的肉圓是真的是很好 肉圓 我講成肉圓 它真的是很像肉圓 但是它的皮呢 又像水晶獎一樣 是很Q很Q的那一種 真的是很香 有筍蝦還有紅蔥頭 紅蔥頭 因為所以才提到那個胃嘛 宜欣妳可以吃幾個 這個我覺得 我可以少掉蛋殼以上 還有 你知道嗎 它咬到最後要吞下去的時候 那個水晶餃的那個Q 還會殘留在妳的舌尖上 真的是一個你知道就是 非常棒 很好吃的一個小吃 紅瓣小吃 聽到宜欣妳這樣的讚美 阿伯老闆怎麼樣都要想辦法 把好味道傳承下去啦 吃了滿足的早餐 再賞妳個甜頭 離阿伯的店走路一分鐘的距離 就有全西門町最古早味的Babu 我超愛吃冰淇淋 尤其是什麼 古早味的Babu 你聽到那個Babu聲響起的時候 你全身就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油然而生 但是啊 我的小時候 長輩常常告誡我說 Babu Babu吃冰的跳舞 他就很擔心我整個人跳不開 可是你看我現在 好好的 表示什麼 我Babu可能吃得還不夠多 依靜 為了吃Babu 你還真的很敢講耶 那我先來一個三色的好了 最經典的 芋頭 紅豆 還有雞蛋 好 雞蛋是什麼啊 雞蛋是香草的味道 雞蛋是香草的味道 所以我們想說 以為是雞蛋味道 其實是香草口味的嘛 對 裡面有香草的成分 有香草的成分在 對 它只是說顏色看起來像雞蛋 然後那時候因為是 就是日據時代那邊過來的 然後變成阿公那時候學到的就是 他們叫 那阿公只是知道 可是阿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什麼意思 對 後來小朋友看起來 也是像雞蛋 他叫雞蛋... 顧米斯他就變成雞蛋冰 對 凡吃美食畢也正名呼 吃了這麼久的Babu 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來雞蛋冰 竟然不是雞蛋口味 而是香草口味啊 就是我小時候吃的那個Babu的味道 好懷念喔 老闆 那芋頭好香喔 對 有什麼獨門秘方嗎 還是就是阿公那時候 一直保留下來 阿公那時候都保留下來的 然後就是 我們都是會用當季現產 喜歡盛產的那個芋頭 但是現在的話就是大甲的 自己削 然後自己煮 然後就自己做成冰 像紅豆超好吃的 老闆的Babu裡面 為什麼吃到講不出話來 因為它在我們嘴巴裡面 綿到化不開 滿滿的小紅豆的小豆殼跟豆餡 台灣的Babu一定有個黏黏的感覺 那個就是Babu最大的精神 好好吃喔 這家Babu店 是從1945年的一個小攤車起家 在早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當時三球兵一塊錢 現在則是三球45元 真的是通貨膨脹的最佳見證啊 第一美兵 第二次做儀心 所以美兵是很好談的一個職業 沒有... 對 還是真的 沒有...不可能... 儀心啊 老闆怎麼可能承認呢 不是啦 我是說 老闆是個公益郎 你就別再逗他啦 小老闆我有一個不請之請 因為我小時候的夢想是來賣法 我就很想要挖Babu 今天可以有機會讓我嘗試看看嗎 真的嗎 可以... 我可以挖挖看嗎 我好開心 好 我先消毒手 對 先消毒我的雙手 有什麼秘訣 就是起來的時候瞬間要壓一下 起來的瞬間壓一下 讓它掉下去 對... 我只有在Buffet裡面挖過這個 它好軟喔 很不圓耶 好 瞬間 好 好 這是瑕疵比 真的很不圓耶 它完全沒有剛馬步的那個圓潤感 它現在長得很激情 可是它亮很多 我很滿意 這個東西我很滿意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樣是可以的嗎 可以... 因為很寬容耶 七十幾年來 這家小小的三角店面 傳承古法之作 雖然只有少少的九種口味 卻是讓很多的老顧客 魂牽夢盈的老滋味 走掉了一整個早上的西門町 你知道我現在最想做什麼事嗎 你應該是想回家睡覺吧 這也是其中一個願望 但是我現在最想好好坐下來 休息一下 那你咧 你有沒有什麼想要實現的 我其實走一整個摩坊 頭大汗 我現在只想好好洗個頭 你想回家洗頭 消消暑氣是不是 那我知道一個地方 一頭跟著我往這邊移動 來...跟著我走 聽說這裡的師傅非常厲害 這上面所有的髮型 他都剪得出來 師傅好... 聽說這邊是台北最厲害的 你髮廳 這邊所有的髮型 都剪得出來是不是 都可以... 都可以嗎 確定嗎 那我們這一位呢 這個沒辦法 不好意思... 師傅啊 我們不是故意耍你的啦 只是聽說您的剪功了得 而且一剪就是六十幾個年頭 像當初1980年代 你可是叱咋風雲的剪刀手 看看您用了六十幾年的吹風機 這一股時代感悠然而生 我們的西門町懷舊之旅 怎麼少得了你咧 那是不是麻煩您先跟我們說說 這個帥哥的髮型叫什麼啊 我們從前的髮型跟現在髮型 完全不一樣 哪一個地方是時代演變 因為同樣是由頭 我們看以前好像上海灘 那種感覺就很帥啊 現在這個叫 是 以前的話這個叫 老挖頭 老挖頭 對 老挖才會留這個頭嗎 以前就是老... 四十年...四十幾年的時候 是 很多外省人都留一半 剃掉一半 就名稱不一樣 有的分三七的 有的四六的 也有各一半的 看自己的頭型就對了 對... 有一半的啊 中分的 中分一剃掉一半的也有啊 很精正的 怎麼這樣子啊 從前啦 有想這間在1975年開設的理髮廳 當時堪稱是 時尚界的第一把膠椅 不少的政商名流 為了剪個西裝頭 或是燙個山本頭 都得要乖乖的排隊 如果要追求復古 踏成第二 沒有人敢說是第一啦 這個算是什麼頭 這U頭 工作需要本來就要清爽 然後想說體驗一下 老師傅經典的手藝 有非常細心 非常細心 現在這個頭應該很滿意吧 因為看起來真的很帥啊 可是師傅啊 你講著講 這是要帶著客人去哪裡啊 我的天啊 這個洗頭方法也太驚訝了吧 就讓客人趴在水槽旁邊洗 怎麼感覺很像古早時期阿公 在幫孫子洗頭啊 這還不算完喔 上海市的理髮 講究的是全套的服務 從修指甲 服務臉 遞熱毛巾 再到修臉 修眉 刮鬍子 樣樣是不能少 標榜的就是服務周到技術到位 全盛時期的時候是怎麼樣的 全盛時期那時候 來禮拜要買票 要買票喔 對 要分單子 全盛時期是50... 四十幾年 五十幾年 一個師傅最少要剃二十個頭 要兩三桌 兩三桌 一個員工吃飯 就要兩三桌 師傅就有二十幾個 修指家的他頭髮的 放眼這家理髮店 年輕人還真不少耶 看看這個剃成寸頭的 是不是很精神抖擦啊 但在我們還沒到之前 他的頭髮可是長成這樣子 這隻根本判若兩人嘛 怎麼會選擇這家理髮店 因為他好像比你可能 比你年紀還要大很多 不是 他是爸爸介紹的 一定要不要去這邊撿 跟爸爸介紹來 一定要來這裡撿 所以才有這個傳承的意義在 這包要交給爸爸嗎 這我要待會兒給你 我是撿不好 是他這個帥哥 跟你一樣 師傅好會講 現在很滿意吧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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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意跟想像中差不多 跟想像中差不多 真的很好看 他講不滿意的 我都沒有面子 老師傅綜合一夾子的手藝 讓客人冰質如歸 在那個年代 Sedle的整整齊齊後 很多人下一站 就是到電影街約會 電影街指的是 武昌街二段 從昆明街到康丁路一帶 全盛時期 有三十七家的應院聚集 在1970到1990年代 只要大片上映 常常需要一早就排隊搶票 而看電影配雞腿 成了不少人的青春回憶啊 人家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的西門町懷舊之旅 最不能錯過的就是 電影街的這一條烤雞腿 斷烤之後來到電影街 配一根烤雞腿 然後接下來拿著去看電影 那就是當時最大的享受 我看妳今天滿專業的喔 其實很厲害 妳有架式喔 妳那邊還有點嬌嬌的 看 老闆 老闆 妳看我烤得如何 老闆好善良喔 滿分是90分 妳大概80分吧 80分 覺得我很高分了 她是可以吃的嗎 可以... 那我這一根就給妳吃啦 OK 依婷 妳怎麼答應得 有點不甘不願呢 妳是不是不相信疑心的手藝啊 在妳還沒吃這一根雞腿前 妳得先知道四五十年前 妳要吃上這一根香噴噴的炭烤雞腿 排隊半小時 算妳運氣好 等個一兩個小時 也也是大有人在啊 妳還記得國片 VANGA來的 男主角買雞腿的這一幕嗎 那一間烤雞腿攤飯 就是我們今天造訪的 這一家雞腿店的前身啊 老闆皮膚超好 他剛剛口罩一脫下來我驚艷耶 所以是吃你們家烤雞腿要回春 常保青春 那等一下也分我吃一口 我也常吃 但是妳最好下啤酒 因為我的享受是 以前看紹棒的時候 就一次雞腿也很低 那我們1967的時候 那時候一次雞腿也給妳猜多少錢 多少 應該是很厲害的 我猜一下 一定是一定... 猜越近的 應該是很便宜吧 四十塊 你再猜一次 四十塊不止 那就往上加五十塊 五十塊錢 減半 二十五塊 十五塊 十五塊 看看怡婷這麼吃驚的表情 再一次驗證了通貨膨脹的驚人威力 不多說 先來看看怡婷的烤工如何 這是你剛剛烤雞腿 來吃一下 這個雞腿看起來就很好吃 因為這雞腿看起來是滿濕潤的 最怕的只有那種乾乾的有沒有 想說炭烤會不會驚一驚的 但看起來完全不會 其實我們的這個就是冷凍 它最好吃是因為它沒有腥味 我們都溫皮了 這才有一點焦香味 它的皮是滿脆的 然後裡面的肉是很汁的 是 它裡面有水分 要太乾的話就不好 對啊 不錯嘛 裡面還有果醋 果醋可以讓你的這個所謂的皮 你烤起來它的焦不會黑掉 真的喔 是重點 真是秘密 因為我很喜歡你們這雞腿 帶有點焦香焦香的味道 那要怎麼把雞腿烤得焦香 又不會完全焦掉 可能是我好的好 OK… 看看這鮮嫩美味的雞腿 香聞實力的醬燒味 再感覺一下那一口咬下去的酥脆感 難怪可以熱賣55年了 不只炭烤雞腿 還有很多老套必點的 就是他們家的滷味 這色澤的香氣 還有迷人的老滷汁 誰認得住不下手啊 所以這個就是要一口鴨舌 再配一口山菜 而且你知道最好吃 是這兩塊麵蛋 會吃的就是 那兩個地方才是精華嗎 這邊才是精華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 這個小煙豚蛋也是一個必點的 因為它滷味很香 來吃吃看 這個酸菜很厲害耶 有加分的效果 豆干 怎樣的豆干才是好吃的 就是它的表面 會有點一個洞一個洞的 它才可以把那個滷汁 完全鎖到滷裡頭去 我發現妳像莎莎 很多人都這樣說 但我跟莎莎 她不是我姐 但是妳比莎莎漂亮 妳要像這樣會剝鏡頭那樣 莎莎會這樣燥 好… 好… 大家都漂亮… 都漂亮了 讓我們把話題 再轉回來 怡婷啊 依馨 你們再吃看看 這炸雞排試試 老闆 你們不管是炭烤的 或者是這種炸雞排有沒有 我覺得你們皮就是靈魂耶 你們皮怎麼這麼好吃啊 對 我們的皮是三種粉去味 所以我有用過 我們有一直在 把那個皮膩再調製 對 所以它三種粉以後 你吃起來會有點像 餅乾的味道 脆脆的 對 就感覺兩種口感 一咬下去脆脆的感覺 對 它也有起司 很juicy的感覺 對 各位啊 偷偷地跟你們說 我們家的怡婷跟怡欣 可真的都是真吃 沒有再客氣的啦 接下來的西門町懷舊之旅 讓他們繼續走下去 我們今天來到打卡地點啊 就是西門町 而且怡婷你知道嗎 在199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的西門町 可以說是全台北最繁華的地方 最潮的地方 最潮 最時尚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在這邊的娛樂 可以分成三大類 三大類 哪三大類 我已經幫你分類好了 三大類就是指 看電影 溜冰 還有吃吃喝喝 那麼專業 是啊 我有做足功課的 一起來看影片回味一下吧 大家直接在最後面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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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 還好嗎 這場景我知道啊 很多電影裡面都會演 是不是高中生下課 沒有錯 冰宮是那時候可以說是約會聖地 千千小手 對 又是千千小手 這樣帶你溜冰 而且等到你會了之後 大家就可以一起這樣子 再搂進去 搂的腰了 大家就可以一起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約會場所 它這個冰宮裡面是冰天雪地 很冷的地方嗎 不是 冰宮的話它是穿溜冰鞋 四顆輪子那種 它沒有冰天雪地 心裡反而是熱情如火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嗎 在全盛時期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的西門町 有八座溜冰場 八座喔 對 而且一個萬年大樓 三層樓就全部都是冰宮 所以當時啊 只要是一營業 就會怎樣爆滿 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一朵風雨 一星啊 你真的勾起了好多人的少年魂啊 雖然冰宮已經不存在 但其實啊 在五六七年級生的心中 還有一個跟冰宮一樣 非常地位的豪壽仔 有看 很厲害嗎 對啊 好多片喔 對啦...就是MTV 在這裡啊 從限制集到恐怖片 應由盡由 當然啊 不只是牆面上的這些啦 電腦裡啊 存有數億萬計的片蛋 而且啊 走向衣化喔 代位人員也改為機器人 這也太酷了吧 所以現在沒有服務人員 以前是用機器人代位 以前是用服務人員代位 所以現在是跟著機器人走 而且我們的飲料 他都已經幫我們拖好了 他還這樣要轉彈耶 好聰明喔 我們在這一... 很厲害 真的喔 他是不會進去嗎 李彥晴 我們這不是 是虎懷舊之旅嗎 怎麼那麼高科技啊 環境是復古的 但是服務是科技的 很特別的是這怎麼跟床 有點像床 因為躺著會更舒服 看電影的話 大家現在很多電影會 是不是講求位置要更大一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把鞋子脫掉 對 鞋子脫掉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就是小情侶就可以 小情侶就可以相威相依這樣子 對 你以前是不是帶女朋友來這邊 怡婷啊 你聞得太直接囉 這叫攝影大哥怎麼回答咧 回到正題 你知道MTV也有懷舊美食嗎 要欠幫兩位送餐點喔 來... 剛剛送餐點的 我已經聞到很香的 牛肉麵的味道 所以這個就是你們的招牌 對 牛肉麵的話是我們的招牌 超香的 還有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很好奇的那個 瓜牛餅 為什麼叫瓜 就是形狀像那個 瓜牛後面的殼 對 這就叫瓜牛 那你們全盛時期的時候 跟現在的餐廳有什麼不一樣嗎 全盛時期其實差不多耶 對 那其實 其實比較熱門的就是牛肉麵 看著怡婷大口的吃著牛肉麵 這一碗呢 30年味道不變的料理 是不是讓你開始懷念起青澀時光啊 對啦 後片也是MTV的必點招牌喔 這是妳的記憶中回憶 我的後片 所以宇晨也是有巧克力 所以已經養下精髓你知道嗎 有時候真是不知道為了吃後片 還是要清晨一點 我覺得這邊的餐點啊 不管是牛肉麵甜的鹹的或飲料 其實就是那種簡單樸實的滋味 對學生來說就是小小的 花小小的錢就可以得到大大 你用點吃得起 然後就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然後吃到好吃的 我覺得就是一個大大的享受 今天可以說說我的西門町 復古懷舊的主題 我現在也忍不住拿出 我的口袋名單裡面的鴨箱寶了 就是這一家號稱西門町 最老牌的平價日式料理 有多老牌呢 以前我第一次來這一次 還是阿公的朋友 請客的時候 特別帶我們來的 我相信不只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也是很多人 從小到大的回憶吧 來看一下 那小聲音 老闆好 老闆好 妳好 妳好 我認得老闆 但就不知道老闆認不認得我了 老闆好 妳好 妳好 似曾相識 似曾相識嗎 我覺得妳前幾天才來過 怎麼被妳發現了 沒有錯 我前幾天才來吃過 今天最油的魚有嗎 有 當然有 我們最招牌的其餘肚 還有鮭魚肚 還有鮭魚肚 今天都吃得到 對 那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問最油的鮭魚嗎 因為最油的魚 做成鮭魚是最好吃的 老闆我說對不對 妳真是老套 太內行了 太內行了 只有內行人才會這樣問的 那我就忍不住來品嘗一下了 就跟著我這個日式料理小老師 一起來品嘗好吃的鮭魚吧 這家一出手便知又沒有 只見主廚刀起刀落 每一片都是驚人的size 這家店在西門町市人瑞級的存在 1946年從小攤起家 至今已經是第三代接手 他們家的鮭魚片 可以說是大片天下無敵手 來 這是妳的生魚片 生魚片 好豐盛喔 天啊 這身驚嘆真的是發自肺腑 看看這生魚片的絲澤 種類還有厚實的程度 真的驚為天人 一心就別再滿頭驚嘆好了 趕快請主廚坐下 陪我們嘗嘗先 這要問老闆了 今天看起來超這麼厚切 這麼大一片 是不是我們來拍特別切這麼厚的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 這個我們75年的歷史 從我爺爺那個時代 厚切就是我們的特色 比較好吃嗎 還是說厚切切起來比較漂亮 比較吸引 震撼我的眼球 其實老一輩的人喔 他們在吃料理的時候 他們喜歡 八嘴 就整個嘴巴提半巴 就八嘴巴被塞滿滿的 他們覺得這是一種享受 在那個物質不是很豐富的時代 他們覺得這也是一種幸福 這麼豐盛 我都不知道從哪一塊開始吃 老闆 我就要問你啦 一般生魚片 我們怎麼吃才最對 有沒有什麼口訣或秘方 口訣的話 最簡單的 我們就先從顏色淺的開始吃 顏色淺的嗎 對 因為顏色淺的呢 相對的它的味道 就會比較清淡一點 對 所以我們從味道 最清淡的開始吃 慢慢的吃像味道 越來越濃郁的生魚片 越來越深色的嗎 所以我現在看到最淺的會是卵絲 所以我應該要先吃卵絲嗎 對 沒錯 好 這一口咬下去 看皮心點頭如搗蒜 到底口感怎麼樣啊 咖哩咖哩非常爽脆的感覺 一般我們吃卵絲 它可能就直接只有一塊卵絲 但是它配上小黃瓜 還有海苔的嚼勁啊 它更增加一種清脆的口感 對 非常的升級 我覺得真的要很驚豔 那接下來呢 黃旗鮪魚就要上場了 先把它沾一點點芥末在魚體上面 然後再沾一點醬油 那我這麼大一口 我要一口吃嗎 一口吃下去 一口吃才有發覺的感覺嗎 對 差不多有幸福指數 好 幸福指數 幸福來了 一整天的辛苦 代價都又值得了 後切真的是不一樣 因為你整個嘴巴塞滿了 魚的油脂的香味 整個它就是芥末啊 還有醬油 整個讓你嘴巴的層次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好吃 真的會吃了會念念不忘 老店家的誠意果然滿滿滿 而今天上一味魚 就是鮭魚肚的 這個洋蔥絲 可以讓我們吃一吃鮭魚的時候 更加的清爽 因為這個鮭魚非常非常的油花 非常的油潤耶 整個鮮甜的味道 都在口中化開來了 好像棉花一樣 非常好吃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再能夠 搭配洋蔥絲的話 除了去油解膩之外 那這個味道也多了很多的層次感 山葵加一點 然後我們配上一點點洋蔥絲 再加上醬油 這就是絕對的絕配了 我要再補上一口 今天上一味魚真的很好吃 這一家店啊 不但抓準了老台北人的胃 也抓住他們的心 你瞧瞧一到中午就作無虛席 就算再忙 老闆對熟客啊 那可真的是熱情 聽到生日快樂歌了嗎 這是老闆送上的服務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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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你... 啊... 好... 好...謝謝... 這裡有還要等它好朋友 這幾十幾年是九城啊 對啊... 可以這樣快一點時候還會原來 我直接扁著不好 還要繼續不碰到 這樣的貼心驚醒 難怪讓老客人是一再的回頭 我小妹 這一定來的 三十米 對啊 三十年了 還有八十年 今天就是十二十歲 後面來八十年 如果看到我們的小孩 我全家差不多一個禮拜來一次 超過二十年 超過二十年左右 都在那個 我有很猶豬 太猶豬很猶豬 我第一次...四十年前 就火車路 對啊 你四十年前就已經這麼多 我一年九十一年 雞肉十一歲的阿公都吃了四十幾年了 你說說夠不夠懷舊 這一趟懷舊之旅啊 真的不是跟大家說說 我自己會這樣旅行 我也做了不少的功課 像我現在在的這一家店 其實創業的時間在1946年 而且是從一個路邊小攤 在金門的捷運的西門六號站那邊 起家的 那當時你要知道 你怎麼會這樣 在1946年那個時候 其實剛脫離了日本統治 那時候的台灣人甚至還吃不到一個 比較正宗的日式料理 於是第一彈幕的老闆就開始想 怎麼樣研發一個台灣人也吃得到的 正宗日本料理呢 於是他就像武俠小說裡面的主角一樣 自己慢慢的摸索打罐 創造出了這一個風格非常的日式 但是口味卻很台的 台日混血的台式日本料理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推薦一個什麼 老饕必點 老闆 我要來一個 老饕必點的握壽司了 超豐盛的 頭水是不是都要流出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一定要點握壽司嗎 你可以看到中間的地方 有沒有 老闆這裡還會多放一片撒心米 老闆 為什麼中間還會有多一片撒心米 我們跟客人之間的互動 說實在理由 就比朋友還要像朋友 所以那時候 從我爺爺那個時代的時候 上面就會多放一塊 這一塊 對 這個就像撒心米一樣 傳承三代的真心 就是要讓客人吃得好 所以這握壽司上面的生魚片 是比外面的店家大上一倍 住處用料不手軟 還額外再奉送一片生魚片 你看看 一心吃得讚不絕口的模樣 這肯定是無什麼佩服的 台灣人喜歡的味道 對 他們比較喜歡有一點 芥末的嗆辣的味道 對 那當然我們再加上我們的 是個黃金比例的組合 所以我剛好聽到老闆講到一個 重點 蜜船醬汁 因為來到這邊 你光吃到這個醬油的味道 也是別的地方吃不到的口味 沒錯 瞧瞧這蜜船醬汁霧黑透亮 祖傳三代的甘醇未美 都濃縮在這一甕裡面 只是啊 主廚 為什麼要把醬汁是直接刷在魚肉上 而不是讓客人沾取呢 像我們那個時候其實走的是 比較關西風的 對 關西風的握壽司 他們比較會在上面 直接塗一點醬汁 就是那個醬汁 可是到了東京的時候 他們所謂的那種 江戶前壽司的時候 他們就改變了 這邊東京人那邊就改變了 對 飲食習慣 對 他們都分開了 來 休息 走 留學日本的主廚 其實就是第三代的老闆張立仁 為了讓不敢完全吃生食的客人 換換口味 主廚拿手的炙燒焦糖鮭魚肚握壽司 就是將表面的焦糖烤得脆脆的 搭上自製的美乃滋 覆蓋在鮭魚肚豐富的油脂上 配上壽司米的多層次口感膠汁 堪稱絕配 而另外一道招牌菜 海鮮木瓜粥也挑逗著食客的味蕾 破拌的新鮮木瓜妹有滿滿的海鮮 加上起司焗烤 海味搭上水果鮮甜 是讓人讚嘆的好味道 而店裡的排骨飯也是一絕 醃漬後再滷的排骨 軟嫩而且散發著誘人的香氣 牙口不好的長輩也能一口咬下 張立仁以照顧客人的心為出發點 讓老客人也力挺店家熬過疫情 這間在西門町飄香75年的老味道店家 還會在西門町繼續飄香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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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滿滿的車嗎 這些滿滿的人潮都是為了這一家 蝦餅 剛剛老師有跟我說 其實在近期也是有個南方澳超級的美食 從滿美食必定要吃的就是我身後這一家蝦餅 而且從我剛剛來到現在 人潮滿滿的沒有停過 老闆娘的手根本沒有停下來過 我們一起來看看到底有多好吃 走 來到這裡的遊客幾乎都是人手一塊蝦餅 到底這蝦餅有什麼神奇的魔力啊 每次來都會吃很好吃 每次來到蘇豪森一定會吃這一道 我看一下你賣了幾份 七個 七個 一起搭搭搭 讚 你看真材實料上面都是滿滿的蝦子 你看 對 你看這蝦子很香 又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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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丟了 我告訴你喔 這個 我從來不吃這種路邊攤的東西 但是第一次吃到這 怎麼這麼好吃啊 很香對不對 而且它很真材實料 很脆 很脆很香 很棒 對 很香 很棒 應該要吃到第一口驚為天人 對啊 我就說 怎麼有這麼好吃的東西啊 你有覺得這個價錢這樣子 這個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真的 很高 很大 熱騰騰的 而且排隊都是現價的 很好吃對不對 超好吃 帶回去也好吃 冷了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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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小姐臉也小 對啊 很奇怪 怎麼會這麼好吃的東西 竟然 台北沒有賣 台中也沒有賣 竟然在蘇澳 這在漁港才有吃到 這麼真材實料的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有錢吃個多虱的 這蝦餅上面鋪的蝦 每天是從漁港新鮮直送 再加上老闆娘給料從不手軟 就成了來到南方澳必吃的 銅版美食 老闆娘有一個小小的控檔 讓我可以自己來嘗試 動手做蝦餅來做給自己吃 首先我們拿到這一個拍子 然後補一小對不對 這樣 然後弧開一下 這樣對 對 三姐就幫我做一下看看 對 這樣可以嗎 然後加一個 對… 自己人吃的我們加多一點點 好 大白一點 大白一點 有沒有擔心 媽… 謝謝老闆娘 老闆娘嚇死了 想說 真的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謝謝老闆娘 你看老闆娘每一隻蝦子 客人也是這麼多對不對 對… 每一隻蝦子老闆娘其實都是 精挑戲選過 不是你想說蝦子就糊上來 不是的 然後就把它推下去了 對… 我看老闆娘就是這樣靠近油鍋 然後把它 不好推耶 閃掉了 閃掉了 我們在旁邊看老闆娘這蝦餅這樣 一鋪一推 好想很簡單 但是實際自己下去操作 才發現 事情真的沒想到這麼簡單 我的現在正在炸 但它有一點鬆閃掉 結構體不是很好 好 我們來看它變成一個鬆餅 妳碰了兩個碰 這是紫色的 自己炸的喔 謝謝 這個是我自己炸的 只有我的有夢想 我看這個破坑的倒板蝦餅 就留給工作人員消滅好了 我們要介紹給大家的 當然還是老闆娘 真的 真的是比我的臉還要大的蝦餅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滿滿的 都是真材實料的蝦子 真的很好吃 我現在先吃它的原味 我沒有加任何的醬 你一口咬下去 你可以吃到滿滿的蝦味 你會想說一般蝦餅 是不是像炸的那種蝦餅 不是喔 它是上面滿滿的 都是海的鮮的味道 因為那些蝦子的鮮甜 就在你嘴巴裡面會爆開來 非常的酥脆 除了蝦子夠鮮 老闆娘所特製的 地瓜千粉漿也是一絕 再加上油炸時間 拿捏到位 每一口吃起來是 蝦 酥 鮮 甜 也難怪一開攤 就湧現排隊人潮 在海味十足的南方澳 配上這海派的炸蝦餅 絕配 這一尊叫做玉馬祖 玉馬祖 對 這個玉的墨玉 原始是從加拿大進來 那去湖春今以後 這個雕刻出來的馬祖神像 重量是4.6公噸 4.6公噸 四千多公斤 這個等於是國內用一塊玉石 雕出來最大的馬祖神像 它是一整塊 整塊 整塊 而且我剛剛看到 好細緻的地方是 它有胭脂跟指甲油 整塊墨玉雕的 你如果不去特別強調 這些輪廓的話 那你可能就看出來 就一坨黑黑的 它馬祖是美女 她在得到生天的時候 才28歲 所以還是一個喜歡漂亮的 對... 110的女子 對... 這旁邊的那一村 而除了這一座 罕見的巨型翡翠媽祖 往上走 還有另外一尊全台之最 對... 這個三樓就是金馬祖的地方 你進來 等一下... 拜金馬祖有另外的祕訣 我們這裡有一個特別的習俗 對... 就是你進來的時候 你不要急著到前面就去拜拜 你一剛進門的時候 你就雙手合掌 面對著金馬祖的這個髮像 然後慢慢的移動腳步 一邊看著它 然後一邊從左 左到最右 你會突然發現某一個角度 那個金馬祖在對你微笑 特別是笑得最燦爛的那個角度 就是你跟它 互相感念的一個地方 有過敏的時候 對 在那個角度祈求 是百求百應 被老師這麼一說 還真的有這麼一回事耶 隨著我們站的位置不同 媽祖的笑容 還真的有點不太一樣喔 金老師 我覺得 我一開始這個地方 它笑得是最多的 這裡... 所以你一進來 它就歡迎你了 這裡 我覺得這裡超多 其他這裡是笑到 我覺得到這邊都沒有開 那就在這個地方吧 在這個地方 對 這就是我的... 我跟... 對...跟那媽祖相應的地方 在我們的導覽經典裡面 這個說法一講完以後 很多人就試著看看 有些人呢 他說這個媽祖從頭到尾 都對他微笑 對 那我說那今天你可以去買樂透 對 那也有些人 他是一上來以後就發現 媽祖好像那一天都一直不高興 這個時候其實要 還寢一下自己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應該要燦爛 那我們今天大概會是什麼魚種 10月以後就東北季風旗了 是 那南方澳這邊就盛產 旗魚跟鯊魚 旗魚 鯊魚 對 還有鯨魚呢 鯨魚也是全年都有 全年都有 它是四季的 四季的 對 我們就隨著四季的變化 提供不同的這種魚骨 所以不同時間來 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魚種 在這邊怕不會 來四分鐘 還有四分鐘 所以你大概可以掌握一下那個 四分鐘那個鈴聲一響 好 鈴聲來了 這個鈴聲就代表九點 現在真是要開始拍賣 那邊人就開始慢慢聚起來 聚起來了 鈴聲一響 所有賣家迅速來到拍賣區 拍賣官說著一連串 我們聽不懂的數字 轉眼間拍賣隨提成立 手鈴聲一bang 手鈴聲一般 他會咬速讓這些買家 知道我在加價 有時候那個聲音 也不一定很進行 他在手上會拿一隻比 他會拿一隻比 就這樣 不... 然後有人提手 對不對 動作 fuera... 這個價格就是這樣 高了 正當我們還在研究 跳手拍賣首飾的時候 拍賣場裡突然來了 一位超級巨星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許多買家紛紛的靠了過去 老師 你看這一尾 應該是今天這道 我剛剛看他還沒有下貨的時候 所有的買家跟那個 全部都已經尾上去了 這個是 白旗 他那個另外的 他們有人說翹 就翹起來 翹起來 翹起來 他那個翅是翹 對… 這條這麼大條 這個今天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會很高對不對 而且我看到他還沒落地的時候 買家們就開始拿那個在試貨 好多疑惑當然就一定都會來 他每個都看著一鏟一鏟的 試鮮度嗎 那個動作試試 對…那個這樣是管刀 管刀一試下去以後 會拉出一坨肉 這一坨肉牠們首映 就知道這一條魚的鮮度 紮不紮實 對…那個鮮度會影響它的價格差 了解 這種魚現在看起來很大 但在過去我們小時候看 會有比這個兩三倍大的 所以現在已經算小很多 現在魚都小很多 對… 我們看到現在牠算今天最大 但其實這一個在小時候 小時候神經病看 一步車就載一條魚 就滿了 我想講現在要來拍一尾 可以看到跳手 牠現在有很多的手勢 而且這一個白鯨魚是現在轟動全場 所有的人都圍過來了 對…已經結束了 你看幾秒鐘的時間 牠們已經講好價格 而且沒有你知道定價到底在哪邊 天啊 瞬間鶴成嬌 這尾三百三十一公斤的大鯨魚 已經是名於有主 被貼上了陳詞標籤 好久沒看到那麼大條的 現在來說破三百公斤是很少的 很少 一般都在 到兩百公斤都很少 兩百公斤就已經很少 所以剛剛那個白鯨魚一出場 才會大家全部都花了 對 就今天的迷信 所以剛剛跳手在拍賣牠說 大概不到… 我們講不到半分鐘對不對 對 很快 對 對 大家早就像好了 對 那個價格都已經心裡就決定 已經心裡面決定好 就看跳手喊多少錢這樣子 對…今天那一條 那個總重是三百三十一公斤 三百三十一公斤 對 而且拍賣價我剛剛問了一下 七百三十塊 七百三十塊 我剛剛偷偷試算了一下 二十幾萬台幣那一尾白鯨魚 是… 今天好久沒見那麼大的 來到南方澳呢 還有一項美食是你絕對不能錯過的 那就是… 我現在看到的這個魚丸啦 阿東坡 你好 嗨 你好 這一個是什麼魚丸 這個叫飛虎魚丸 飛虎魚丸 那是… 對啊 就是牠 就是牠 長得… 不是… 很可愛耶 對 像拍拍的 對 你說牠叫飛虎魚丸 牠是飛虎魚 對 名字怎麼這麼帥 名字怎麼那麼帥 飛虎魚 對 一般來說 牠叫鬼頭刀 牠就是鬼頭刀 對… 鬼頭刀 牠叫鬼頭刀 因為牠本身來說 牠叫鬼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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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看起來真的有點驚人 但是肉質啊 卻是非常的肥美 尤其是這鬼頭刀的美味 就連美國蘋果執行長 庫克都難以抗拒 因為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曾經在造訪東部的漁港時 還特地說要買鬼頭刀 送給庫克 由此可以看出牠的魅力所在 而阿通貝亞這裡最著名的 則是用新鮮的飛虎魚肉 現做現煮的飛虎魚丸 太平洋東海岸這邊來說 滾泥湯天都有的 其實它滾泥湯天都在大廚 尤其... 尤其... 現在來說 秋天來說 有種叫秋草 秋草 秋草就是說 它是購物比較小一點就對了 我看飛虎魚有的這麼大隻 沒有... 這購物比較小 這款魚真的很好吃 這塊來的魚味 我來試試看 看剛剛打的飛虎魚丸的味道是怎樣 好活潑 真的很Q彈 真的 而且這個阿通貝研究很久對我 我想... 又彈走了 你看它真的是很Q彈 剛剛跟我手中一樣 而且啊 它不是那種裡面包餡料 整個飛虎魚丸呢 它裡面都非常的粗潭 而且它肉質的那個粉嫩 像魚排一樣的鮮甜 都在這個魚丸裡面 這飛虎魚丸的口感 就如同少女的肌膚 那般緊實 再加上阿通貝的獨門調味 讓整碗湯喝起來 是格外的鮮美 吃過一口之後 絕對會像怡心一樣 一顆接一顆停不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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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